阅读使你更幸福 大家好,我是依若芬 我是2021年新加坡大专阅读节的筹备委员会主席 现在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从去年2020年11月开始 大专阅读节的筹备委员会就开始集思广益 在线上开会讨论 我作为筹委会的主席 也和相关有意参与承办活动的媒体和机构商讨 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推动阅读的热忱 以及肯定阅读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 阅读始终是我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 也是最便利的投资 我认为阅读是一种观看的方式 看手机信息是阅读 看报纸新闻也是阅读 读书不只是读老师指定应付考试的书 读书也不只是在学的学生才需要的日常行为 阅读需要培养成习惯 今年大专阅读节 我的主题演讲 题目是文图时代的高效阅读 就是分享阅读的科学原理 以及我是如何掌握有效率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年的活动当中有所收获 实践运用 让阅读成为生活的常态 在校园 在社会 都享受阅读的好处和乐趣 今年阅读节的主题是 诗和词不在远方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诗词看起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好像很疏离 于是我们总以为 美好的事物是在诗和远方 其实我想空间距离是人为的设限 就像陶渊明的诗里所说的 《星远地字篇》 我们都生活在滚滚红尘 吃人间烟火 才能够存活 西方哲学家说 诗意的七句 我要说 活出我们自己的诗意人生 比起长篇大论 语言精炼的诗词 更容易加强我们的记忆力 深化我们的情感 今年阅读节概括的诗词 雅俗共赏 从传统的旧体诗 到当代的白画诗 比如 新加坡国立大学 林立老师的主题演讲 谈南洋诗宗 邱书园的作品 义安理工学院张萱萱老师 谈习慕容的诗 还有流行歌词 文学现场漫步 诗词吟唱 以及漫画阅读创作 有视觉的观览 有听觉的欣赏 还有亲身的体验 让大家多方接触 把诗和词 融入我们的生活 接续上一届 阅读节的成功 今年 除了透过更多精彩活动 鼓励大家阅读华文 包括筹委会的老师们 和协助的实习生同学们 基本上 统合了新加坡 所有有人文学科的 大专学府 希望处级的同学 层面更为广泛 活动的设计非常多元 如果你是喜欢流行音乐 欢迎加入 我是词曲人的活动 不能出国旅行 也可以在文学漫步当中 感受在地的诗意 一辈子教诗 作诗的叶佳寅老师 她的人生历程 就是被诗词治愈 又传承诗词的生命 文学纪录片 《菊水月在首》 值得您细细的品味 今年阅读节的最大特色 是因应新冠病毒疫情 而采取的变通措施 大部分的活动 都是线上进行 在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都有频道和专业 灵活更新节目 让大家容易参加 平台的开放性质 参加的人 不限制在读的学生 而且 大家能够自由反复地欣赏 达到全民终身学习的理想 阅读使你更幸福 阅读是最好的投资 随时随地 让你的幸福增值吧 我是伊若芬 欢迎加入2021年 新加坡大专阅读节 这些读的读的读者